詞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你眼神歪迹又无尽 日久它香尽故乡 留着你可记得 徒你的方向 啊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广东省开平市 有一座江水环绕的小镇 古时因为沿江筑坎又盛产赤红色的黏土 所以这里被人们称为赤坎 明代以来赤坎就是潭江水系的交通要道 货船往来 山谷云集 让这个岭南小镇逐渐发展为繁荣一时的商贸重镇 清晨 悠远的钟声把古镇从睡梦中唤醒 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伴着钟声开始一天的生活 虽然铸铁的钟摆已经划过了近百年的时光 但依然造势精确 在时间的流逝中记录着古镇的过往与辉煌 幽远的钟声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 因为赤坎这座小镇有两座大钟 分别位于东西两座图书馆的顶楼 如果说钟声已经成为一代代赤坎人生活的一部分 那两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图书馆 则是这座小镇的标志和灵魂 珍藏着家族的记忆 海外游子的梦里相愁 也延续着古镇的文化血脉 在关氏家族的图书馆里 收藏着赤坎镇志 关氏族谱 翻开一本本古老的书籍 这座小镇的沧桑往事 便能徐徐展现在眼前 明洪武年间 处于四县交界地带的赤坎 匪幻猖獗 一位名叫吴朝玉的外乡学子 进京赶考 返乡途中路过赤坎 遭遇匪徒抢劫 不仅财物被洗劫一空 还被打成了重伤 躺在路边奄奄一息 当时管理驿站的站长 关城江发现之后 便把吴朝玉接到自己家中 请来郎中替他诊治 因为伤情较重 吴朝玉在关家一住 就是一个多月 虽然萍水相逢 但关城江却带他 如同家人一般悉心照料 没有出给他去 没有衣穿 他给衣服 他穿 一个月多 好一点了 给钱 没有钱我给钱你回去 不用玩 吴朝玉康复后 关城江为他准备好盘缠和衣物 并亲自护送他离开 匪徒出没的地带 分别是吴朝玉用一首诗 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口中乏食既刺食 身上无衣又赠衣 鸡膳之家因祸报 子孙寄历凤凰池 后来吴朝玉科举高中 成为造福一方的亲官 他一直对当年关城江的救命之恩 念念不忘 便让子孙代为寻访 当他们来到赤砍时 关城江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到安人去世 吴朝玉十分难过 他让自己的后人与官家联姻 并告诉他们 一定要把这样的疫情善举 世代相传 从此 每年义务护送父亲赶考的学子 成为了赤砍驿战的传统 在他们的影响下 崇文上义的风起 逐渐从官室加风 变为了赤砍民风 无论身在故土或远在他乡 赤砍人的血液里 始终流淌着质朴的人意精神 清末明初 一些赤砍的青壮年男子 告别父母妻儿 沿着潭江到达香港 澳门 还有许多人 飘洋过海下南洋 或是远赴美洲谋生 当时华侨在海外的生活 万分艰难 这让原本就重视教育的赤砍人 更加地体会到了 开启民智的重要性 家族发展 国富民强 必须以教育为基础 二十世纪初 中国外有列强入侵 内有军阀割军 国家贫弱 民不聊生 深处沿海一带 赤砍华侨众多 他们很早就了解到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意识到只有开启民智 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半唐翻英语 这就是什么意思 唐就是指本土 开评 翻是指外国 它这个英语就是 用开评化 对英文进行注音 来学习英语 这是当时这个开评刺坎 比较流行的一种 学英语的办法 你像那个香蕉 不拉了 不拉了 然后它掰了 1920年 赤砍的司徒氏家族 决定修建一座图书馆 对于小镇上的一个家族而言 要建起一座 现代化的图书馆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但在他们心里 图书馆寄托着新国安邦的希望 就算散尽家财 也要建成 当时 司徒氏的族人们 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 为工程筹措了四万多块银元 为了兼顾耐用 留存后代 图书馆采用了 当时中国极为少见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 经过两年的精心修筑 一座高三层 占地八百多平方米的图书馆 正式落成 成为了广东开平地区第一座在小镇上开办的图书馆 虽然已经移居美国 但是因为工作关系 司徒氏后人司徒利 经常回到故乡赤坎 每次他都会来到这座先祖们修建的图书馆里 客串临时讲解园 这是我特别要给你介绍的 这个最古老的 捐赠的这个图书 对 这个是万有书库的 然后这捐赠人 这个你看这个 是一个印尼华侨 叫司徒站 你看这个书 万有重书 特别有意思 它是一个小册子 它有一万册的小册子 这个书当时在海外发行了很多 90年前 司徒氏图书馆 已经拥有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 大量珍贵古籍 世界名著一般的数万册图书 吸引着古镇居民前来阅读 从开馆到闭馆 图书馆里每天挤满了读者 丰富的书籍报刊 为赤坎人 打开了一扇沟通世界的大门 由于司徒市图书馆 每日人满为患 一座难求 加拿大桥岭光国暖 号召旅居海外的官室族人 在古镇的另一端 急自卷建了第二座图书馆 光国暖先生提出来 允许精华 发动大家来支持 建出来的 它自己的精华是最多 有些人满求人心到那边 一下子没有什么基础 他说没关系 你说急不及时 你支持 你说多少 一百块 五十块 你减个行了 我叫它积下来 全要我出 近光绪年间 光国暖前往加拿大 在那里开办了万玉堂商号 它为人侠义 总是竭力帮扶周边的华侨 1927年 光国暖放下了加拿大所有的生意 专门回到赤坎建立图书馆的建造 筹款质地 设计图纸 材料选购 每一个环节 光国暖都严格把关 在今天看来 这座图书馆依然气势辉煌 美轮美奂 堪称建筑精品 近百年的时间里 一批批赤坎学子 从这里汲取营养 获取知识 走向世界 被鲁迅称为人民画家的司徒桥 香港电影的透荒者 关文青 著名的战地记者沙飞 设计出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船的工程师 司徒孟严 这些杰抽的人物 都曾在这两座图书馆内 读书学习 立下远大的志向 如今 两座图书馆的钟楼 每天想起 提醒古镇上的人们 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时期 都要珍惜时光 发愤图强 作为华侨之乡 赤坎在近现代 涌现出了很多 爱国爱乡的海外赤子 他们在重文上亿的 传统文化影响下 在不同时期 不同领域 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中的代表就是 旅居美洲的 著名爱国侨领 司徒美堂 1882年 司徒美堂离开赤坎 跟随同乡前往美国 当时 美国社会普遍派华 华侨们常被欺辱 从小就受家乡 重文上亿风起熏陶的 司徒美堂 经常出面替人伸张正义 后来 他又加入了 以忠心意气 团结互助为信条的 鸿门志工堂 并成立了安良堂 因为形势公正 司徒美堂的名气和影响力 越来越大 他曾两次置信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 要求废除歧视色彩严重的 台华法案 所以他两次写信 第一次是作为 这个志工堂的领袖 这个 作为这个 华人的代表 写给国会 希望国会 通过法案的投票 第二次呢 他是写 以私人的身份 写信给罗斯福 那是希望总统呢 签署行政命令 来执行 废除这条法案 始于1882年的 排华法案 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 针对某一族裔移民 出台的歧视性法案 历史上 无数华人 因此饱受屈辱 在包括司徒美堂在内的 无数有识之士的 不懈努力下 最终 美国国会 取消了这部 已经持续了 六十多年的 不平等法律 1931年 日本牵华 在国家存亡之际 司徒美堂 要求鸿门子弟 为民族独立 为国家争生存 输才储立 精诚团结 一德一心 共赴国难 1932年1月28日 松户抗战爆发 司徒美堂 马上组织了募捐 但因为日军封锁 汇款无法送达 司徒美堂冒着生命危险 亲自把捐款 带回了祖国 从美洲回来 把筹款和战争物资 交到抗战将士的手中 然后通过一个新的 投风航线 印度转转地把这些 救助民众的物资 不但是军队的 转送到需要救助的 这种灾民的手中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司徒美堂号召成立的 纽约全体华侨 抗日救国筹响总会 共募捐了1400万美元 其中安良堂的捐款 就达到了330多万美元 赤坎镇的这种文化 有它自己的特点 那文呢 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传播 更重要的我觉得呢 他们还是在对传承呢 他们这种家族的 这种精神传统 就是因为这样 一代代的传承的话呢 所以在赤坎镇的身上呢 都体现出了这种上意的精神 抗战期间 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赤坎华侨 从世界各地向故乡伸出援手 而古镇上的居民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同样挺上而出 舍生取义 誓死保卫家园 1945年7月16日 日军进犯赤坎镇 早有防备的古镇人 组建起了自卫队 在敌军必经之地 拘守南北两座坚固的碉楼 进行阻击 因为它是钢筋水泥铁铁骨 小钢炮 进行打化 四面开化 就弹弹弹弹 进行去打一个小洞 面对两座屹立不倒的碉楼 日军久攻不下 还被击毙了十多人 随后调动更多的兵力 对古镇发起猛烈的进攻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 北楼被攻破 自卫队难以支撑 为了保护乡亲 自卫队成员们商议 掩护群众 集中突围 这时 自卫队中的七名年轻人 站了出来 他们决定留守南楼 掩护大部队撤退 谁都知道 在这样的绝境中 掩护两个字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 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看雕塑上几位烈士 都很年轻 他们当时有多大的年纪 当时最大的三十八岁 最小的十八岁 都是二三十岁的夜雪男 当时 日军对南楼进行猛攻 七人拼死抵抗 一时间 敌人竟然无法突破 这最后一道防线 七月二十三日 七位年轻人 已经在锅楼上 坚守了七天 胆尽良觉的他们知道 站立的人们 已经顺利撤离 自己也完成了使命 于是 在南楼的墙壁上 联名写下了一书 我等保守腾交 敌人屡于劝我投降 我们虽不慎读书师 但对于 尽忠为国畏乡击字 一颗明了 一书写下后不久 这七位年轻人 在日军毒气弹的攻击下 全部壮烈牺牲 使用毒弹 把这个七列式的打进去以后 七列式的全部 云切 云切以后 打开这个窗户 混绑 拉到西图市的图书馆 细终集结 抛尸谈将 英勇就义 抗战结束后 为了让后人铭记 南楼七列式的故事 海内外的赤看人 一起筹款 建起一座纪念园 对于赤看人来说 重文上意思个字 不只是书本里 教育后代的处世原则 他们早已融入 古镇人的血脉 世代相传 谭尖花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赤看人 1992年 他考入了香港大学建筑系 离开了故乡 但是古镇里 一座座极具特色的 雕楼 棋楼 居炉 始终是他记忆里 难以忘怀的乡愁 当年 海外华侨 在开平 建起了三千多座碉楼 两万多座棋楼 和居炉 这些造型独特的建筑 融会了中西方文化 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因为和学习的专业相关 谭尖花常常利用假期 回向发掘 整理相关的资料 一次 在查阅赤看档案时 一位名叫邓朝军的 美国华侨子弟 进入了谭尖花的视野 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 许多美国名牌大学 毕业的华侨子弟 利用假期 回到赤看 创办医学 在祠堂或者图书馆 免费给家乡的孩子们 传授知识 他们当年 想要改变家乡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做教育 从世界各国 回来的这些华裔的子弟 无论他回来一年 交一年 有一些是交一个暑期就走了 但是起码他们都是 很有心地 把自己这帮人团结起来 1924年 还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的 邓朝军 就和几名同学 创办了平民艺学 由于教学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 艺学很快受到了 当地人的欢迎 前来义务教学的 华侨学生也越来越多 那时 办学经费不宽宇 只有七张床的宿舍 却要容纳三十多名教员 邓朝军和大伙商议 采用轮流休息的办法 轮不到床的就睡在地板上 在艰苦的环境中 邓朝军常说 要把笔馆当米桶 只要孩子们能收获知识 老师们就是快乐的 笔馆是很小的 就是当你没钱的时候 那个笔馆那么小 笔馆当米桶 去量米的时候 就是说你很少米没有了 你还是要做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海外华侨的生活 变得非常困难 此时 邓朝军已经是 德国柏林大学的 一名再度博士 对他而言 停止办学 顺利毕业 本来是人生顺理成章的选择 但是家乡的孩子们 对知识的渴求 让他始终不愿放弃 这份没有薰水的事业 我看他的日记 他就说那是1932年 他说我为了什么呢 我很多阻力 很多困难 很无数次地想放弃 但是 当我看到那些 没有 看到那些没有办法读书的 那些人的时候 看见他们的 非常无助的眼睛的时候 他就觉得 那样的一个眼神 让他坚持下去 经济上的入不敷出 让邓朝军的生活条件 每况愈下 而工作上的夜以继日 又让他的身体透支 并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1936年 年仅31岁的邓朝军 因肺病医治无效 英年早逝 可能是受 这里华侨思想的影响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更注重 你是不是做的事情有意义 是不是做的事情很开心 所以我这是 我想这是我们的追求 如今 谭吉花已经在美国 获得建筑遗产保育方向的 博士学位 他如同当年邓朝军的选择一样 放弃了海外工作的机会 回到家乡的学校 进行华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教学 这个文化遗产不单单是建筑 其实一条村它不是只有建筑 它有人的 有人的话就有文化 那这些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是极其重要的 所有这些都保护起来 那么别人来参观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才能感受到 一个地方的精神 这是我觉得 我的使命就是要传播遗产知识 要如何来保护我的文化遗产 像我们的前辈一样 觉得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赤坎 重门上意 不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过往旧事 也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守望 如今 郑中的两座图书馆 依然如九十多年前一样 每四个月就会编辑出版一本乔刊 并游记到世界各地的族人手里 你看我们这边有洛杉矶的 这是纽约 这也是到纽约 这是 大多数海都是在美国 这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 我们不可能每一家 每一户都记一本 很可能是十个家庭 或者是五个家庭 所以在海外你可以很奇怪的 很新的一本书 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就是翻旧了的 因为翻阅的人翻阅了 因为我们会互相传阅 瞧看的内容 主要是故乡发生的时事 既有仗义助人的事迹 也有学子成绩的汇报 对于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 这些已经寄送了九十年的乔刊 就是一封封足以抵万斤的集体家书 也是流淌着家族文脉 古正精神的潺潺溪流 滋养着远在异乡的游子们 即使相隔万水千山 也能溯源念族 不忘根本 曾经潭江边的繁华古镇 一座座老建筑保金沧桑 而两座家族图书馆 则如同楼顶的大钟一样 依然在正常有序地运转 伴着钟声 一份份越看越报 在创办了九十多年之后 也依然定期地发往 全国各方 世界各地 这不仅仅是 遥寄给远方族人的家书 也连起了这座古镇的 家国情怀 故土相仇 更让重温上亿的文化基因 代代继承 广为流传 我的心连着你 你的目光 路多长 你就会牵挂多长 走过那么多地方 经历那么多风霜 一条熟悉的小河 总在心头流淌 也许 沧桑 灰暗淡时光 也许 泪水 灰暗龙眼光 因为你 前面的风不再冰凉 你自爱的目光 温暖着我的心房 也许 心海 会装满惆怅 也许 终江 会飘落远方 因为你 明天的路 不会迷茫 你期待的目光 指引着我的方向 你期待的目光 指引着我的方向